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們又會要去到的是基督城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公園 然後今天是最後一天的這個Deadlight Sleeping 然後我們想要去看一下 夕陽條身邊在公園裡散散步 其實是想要跑步 但是我覺得最後可能會散步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今天天氣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真的基督城已經很久很久了 晴天了 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基督城海布里公園 真的很久沒有來了 其實我現在走在這條路上叫做櫻花大道 就是在櫻花時節大概是 我可能看看基督城的第一 就是春天會島的時候 然後這一條街上就是櫻花開放的一條街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現在這條街呢 它已經是秋天的季節 所以全都是綠色的 好像在我印象當中 在冬天所有的這些夜間都會掉 但是現在看來好像還是在慢慢走上秋季的感覺 因為在每天的日落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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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其實太簡了 每天其實日落的時候 是最美的時間 因為在對於攝影師來說 在日落的那一個小時當中 真的它的那個光線非常讓它柔和 嗨 伯伯 好美的夕陽啊 看不見 什麼都看不見 但是這個大的這個公園就是 完全免費對攝影開放 而且想什麼時候過來散步 就什麼時候過來散步 遛狗啊 跑步啊 健身啊 都是非常好選擇